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主事要懂得四个心计 学到一两个也能逢凶化吉 指乎上看到一个话题 单纯的人已经不适合这个社会了吗? 其中一个比较高瞻的回答是 社会是个大软钢 如果没有一点心计 不懂得保护自己 那么你就是那个一直被伤害的人 无法在社会中立足 的确,如今的社会越来越复杂 大家为了名可利 常常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 而单纯的人想要在现实的社会中生存下去 还真得学会一些为人处事的心计 很多人觉得心计是个贬义词 是指善于算计别人而不怀好意 其实这是片面的认识 我们所说的心计是一种谋略 也是做人的智慧 生活中一个人不能主动欺负别人 但也不能被别人欺负 以下这四个心计是为人处事的黄金法则 倘若你能学到一两个 也能逢凶化吉 一,承诺别人时,话不要说绝 张飞的婚期将近 想要借十辆轿车接亲 在车行上班的小刘听说了 便主动帮忙说 这是交给我吧 绝对给你最大的排场 张飞听了,由衷感谢 表示婚礼当天一定包个大红包给她 结果等到婚礼当天 接近前一个小时 小刘才匆匆忙忙借来四辆车 场面一度尴尬 有小刘的例子 我们可知 十分自信承诺别人 最后却又做不到的人 做事不靠谱 很容易失去别人的信任 正如老子所说的 轻诺必夸心 轻易许下的诺言 必然缺乏可信度 一个人做出承诺很简单 但如果不考虑自己的实际能力 不给自己留些缓冲的空间 那么履行承诺时就会很艰难 最后甚至会导致好心人帮助别人 但反而让自己失去诚信度的尴尬场面 所以说 做人话说气氛满就好 尤其在承诺别人时 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 不要打肿脸冲胖子轻易答应 即使是有把握的事情 也要给自己留一些余地 毕竟事事变迁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谁也无法预料明日会发生什么 二 拒绝难免伤人 学会委婉表达 面对他人的请求 敢于说不 是种人格魅力 但如何说不 也是一种社交智慧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自尊心 一旦你开口说不拒绝别人时 势必会伤害到对方 甚至让两人之间产生间隙 所以掌握好说不的尺度 学会委婉拒绝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如何拒绝别人又不伤人呢? 首先不要马上表明自己的态度 要耐心地听对方把话说完 然后再开诚公布 明确地说出自己拒绝的理由 说服对方 这样便不会让对方感到被拒绝和难堪 当然 还有一种最实用的委婉拒绝别人的方法 便是在平时的生活中 熟悉几个用于拒绝他人的惯用句式 比如 真是太遗憾了 明天我要 关于 我接受的话反而会给你添麻烦 所以还是谢谢您的好意 抱歉这次是不行了 下次有需要的话 我在 当你记住这些句式 在生活中应用多了 渐渐地 这些话便会成为你拒绝别人时的习惯用语 你自然而然地也就学会了委婉表达 三 说话要有分寸 做事要有尺度 子曰 其实而从心所欲 不于举 这里的举便是分寸 尺度 意思是说 一个人到了七十岁的时候 随心行事 也不能逾越了规矩 任何一个人对自己的事情都很敏感 所以 当你在说别人时 也是最容易冒犯别人的 俗话说 或从口出 也许你无心的一句话 便触及了别人的隐秘或底线 从而得罪了他人 所以 说话一定要有分寸 不要随意评价别人的是非长短 同样 做事也是如此 凡事过择损 需要把握尺度 比如在争夺利益时 一定要心存警惕 切不可贪得无厌 要知道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一个人如果太看重钱财 在争夺中过分争抢 便容易引火上身 招来灾祸 所以 做人要有度 万事万物过有责不及 一定要懂得分寸 把握尺度 四 面子比天大 有时是 识破 别点破 生活中 总有一些心直口快的人 总是急于炫耀自己看穿的那点小事 结果自己说得开心痛快 却让当事人下不了台 十分没面子 这其实是情商低的一种表现 古人说 智者思而互人 愚者先言而后思 真正有智慧 有人格魅力的人 懂得说话不在多少 而在于说出恰如其分的话 人的面子都比天大 识破 不点破 不仅是管好自己的嘴巴 也是尊重他人的表现 要知道 给别人留面子 也是给自己留余地 人在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看破 不说破 是一种大智慧 总而言之 做人没有心计 容易被别人玩弄在鼓掌之中 做事没有心计 吃亏的总会是自己 以上这四个心计 是我们每个人在社会生存的必要手段 希望大家都能拥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 再见